今天的依资国股推介是比亚迪1211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选选 原因是港股3月份大幅震荡 短期维持区间上落市 内地经济数据回落 国家再强调稳增长重要性 与其内地有望加强宽松政策 对中港股市构成支持 新行元车股调整多时 龙头股比亚迪可以加以关注 做电池出身的比亚迪供应年优势明显 今年头两个月销售18万1千部 增加4.9倍领先同业 直至到2月底市占率增加到挨近三成 目前未交付订单40万部 而有村庄比亚迪今明两年 新闻元车股调上调到108万和139万部 走势上落比亚迪3月中低建165元 比去年10月新高324.6倍 4.9倍 随后快速反弹出现倒影底 相信已经反映业绩售预的因素 近日横行整部挑战下降轨 如我升穿 可望开展升落 你有时过的话 可以在10天线218元附近收窄 目标先上网1月份高位279.6 长线三下大行业绩之后 给它的平均目标价大约350元 意味着比亚迪可望破顶 不如跌穿203元就减蟹 字幕志愿者 起来 令均目标价大门 有天哪 要对